好北檢偵辦柯文哲涉探案是舉國關注 那麼國民導立委徐巧鑫就發現 北檢辦柯文哲沒有拿出確切證據 甚至還誣指關鍵人物邵秀佩潛逃出境 批評說北檢現在是無頭蒼蠅亂辦案 難道有鴨人就能夠升官嗎 更多詳細內容來看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國會大現場讓專業的來講 今天邀請到的是立委徐巧鑫 委員早安 早安 大家好 委員現在大家關注的當然是柯文哲的案子 尤其他是被壓到北檢之後 70個小時之後就已經出來的 但是他現在還有一位少姓的公務員 他被壓進去了之後呢 他一度也是因為他在國外的關係 所以彭政生副市長才被壓了起來 那現在他們當然要提康告 結果我們就發現說 北檢原案你們是這樣辦案的嗎 你是在騙北院說這個人有潛逃到國外 結果他後來被發現說只是請假而已 現在北檢是這樣在辦案的 我覺得北院一定非常的生氣 因為在他們所發出的正式新聞稿裡面 竟然寫到說呢 這個生壓彭政生的理由之一 是因為都委會裡面的其中一位成員 也就是這個紹興的 他算是高層的公務員 目前疑似未罪潛逃 那這個說法呢是北檢告訴他的 那結果呢隔天那當然大家就去找人嘛 才發現說呢由台北市的市長跟副市長 直接告訴大家說他是有請假的 而且他的假就是請到9月1號 而且他也已經回來了 回來之後才看到自己竟然被說是畏罪潛逃 趕快跟長官講說我沒有畏罪潛逃啊 而且北檢根本沒有約詢他 所以北檢是在一個沒有約詢對方的情況之下 公然的在法院上面向法官說謊 然後呢還讓法院寫出了這樣子錯誤資訊的新聞稿 那隔天當然是亡羊捕撈趕快去約談他 甚至想要生壓他 但最後還是一樣無保請回 只有限制出境跟出海 意思就是說你不要再出國了啦 不然我會找不到你 所以呢就只能國旅 現在這個紹興的公務員就變成這樣 所以你看他說這個紹興公務員疑似畏罪潛逃 但是呢後來他自己主動去找了陣風 那這個北檢也面子掛不住 趕快約談他還說要生壓等等的 那結果最後的是怎麼樣無保請回 所以就代表說你手上根本沒有實質的證據嘛 那我覺得檢察官辦案是這樣子 你要先有實質的證據你才去壓人啊 否則你這就是一個壓人取貢的行為 我覺得金華城的容積率增加20% 確實是有貓膩 而且呢有他不合理之處 那包含是民眾黨之前的很多問題 木可公司的金錢的流向 還有他們作帳的這個問題 到底真相是什麼 這些都是很需要這個有北檢 或是相關單位來查清楚的 可是北檢怎麼會辦案辦成這樣 難不成是北檢過去都經常用栽贓的方式 或者是說過去都只跟特定的媒體合作 放出扭曲錯誤的假消息就能夠成功 所以現在連案子都不會辦了嗎 所以現在北檢就是像無頭蒼蠅一樣亂辦案 甚至他們辦案的方式是看著一些政論節目 別人說什麼就約談誰 比方說他們去約談這個朱雅虎先生 朱雅虎他是過去 好龍斌時代的這個兵役局的局長 那因為後來到了金華城任職 所以跟好市長他們的團隊鬧翻 就沒有再見面 可是他所負責的是什麼呢 他負責的是黃副興黨部 因為我們都知道沈慶金 他自己本身是黃副興黨部的大佬 所以朱雅虎他身為兵役局的前局長 作為一個退將 在整個黃副興裡面認識很多人 所以他是替他做這種退伍軍人的組織的 跟帳房跟錢是沒有關係 所以今天如果沈慶金他要給錢 他要有金流也絕對不可能透過朱雅虎 所以約了老半天一樣又是無包請揮 所以現在北檢才要開始找證據 第一個會不會太晚了 第二個你是不是到處像無頭蒼蠅一樣亂約談 可是約不出任何的資料跟證據 如果是這樣的話大家真的對我們現在的司法檢調 非常的失望 尤其是同樣都是 面對所謂的貪污或是圖利罪 我們看陶檢的辦案手法 跟北檢的辦案手法天壤之別 而且還有包含 北檢說要提抗告 等了一天 竟然說今天才要提 那是不是就是你現在還在努力的拼湊證據 我們看同樣是前市長 鄭文燦當時北院他們發說這個不准積壓的時候呢 陶檢是當天晚上就提了這個抗告書 然後呢很快的就開庭來來回回三次 而且提出的最後的資料 關鍵性的資料是 鄭文燦下飛機的時候打電話給他的秘書就在串正 所以這個不羈押不行啊 所以桃院才把鄭文燦羈押進檢的 那但是呢我們看北檢辦到現在 他有什麼實質的證據跟金流呢 他只說了陳佩琪去ATM存款 去ATM存款怎麼了 現在很多我們就比如說一些公眾人物他社恐啊 他假設說他是柯文哲的太太 他走進一間銀行裡存錢 大家看到陳佩琪來了 那不是銀行行員全部都蜂擁而上 這個市長夫人需要什麼服務 有些人不喜歡這樣 所以他會用ATM存體款 這很正常 所以你要證明的是這170萬 或是傳說中的700萬 他的金流來自於審慶金 或是跟審慶金旁邊的人 有直接的金流關係 否則你當然就是在一個沒有證據的情況之下 你去問訊他問了將近70個小時 這個就會引發政治效應 就是說到底我們的北檢從過去到現在 你的辦案到底實不實際 是不是過去也栽贓了很多人 然後呢甚至欺騙北院的行為 讓北院做出了錯誤的解釋 那這一點北檢要如何對全民交代 我覺得呢真的是讓大家大開眼界 這會有政治力的問題嗎 就是說他們整天在那邊亂壓人 尤其像柯文哲一開始我們還想說 柯文哲你怎麼講說北檢都沒有證據 就來搜你家 結果後來到後來看新聞稿 哇靠好像真的看不出他有什麼樣的證據 他背後會有一點政治力 我覺得北檢就是呢 他們經常會要求指定辦案 我會這樣講並不是空穴來風 因為當時我的這個選舉過程當中的壽面事件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檢那個調查局的人喔 他們就在去他拿了一張船票 那船票的時間是當天的零時零分 也就是說並沒有提前給里長 然後呢拿著船票就進去搜索他家 這是一種基本違法搜索的行為 他並沒有搜索票 他只有船票 而且那張船票沒有提前給 就當天拿了進去就說要搜人了 然後呢還帶走了我們的領長 大概數十人左右 就把他們都全部帶去問話 那結果呢後來我們才知道 這個完全沒有問題的這個壽面事件 最後的被告是誰 大家知道嗎 是黃呂錦如 所以就是找了一個完全無關的人去做為被告 讓這個案子就默默的消失 這就是他們的手段 這就是他們的手法 然後呢後來調查局才輾轉的來跟我們道歉說 當時會這麼做 真的有一些沒有做好的地方很抱歉 但是那是北檢就是上層交代 我們指定一定要辦的 甚至新聞還說因為這個事情沒有辦好 調查局的人被北檢叫去罵了兩次 所以你就知道北檢過去辦案的手段跟手法 是用這種在選舉期間喔 就用這種入人於罪罗之罪名 說我會選的方式 選後輕輕放過 還去找了一個毫不相干的被告 想要曹操了事 所以我才會覺得 我其實一直認為 柯文哲他不見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柯文哲他有沒有跟金華城之間有不當的利益 我們都很想知道 全台灣人都很想知道 但你北檢要用正確的手段跟方法 還有邏輯跟證據 來說服大家 而不是羅織證明 然後看著政論節目亂約談一堆人 這樣是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北檢過去或許就是 他們已經太久沒有辦案了 沒有好好辦案了 就跟特定的週刊聯手 然後每天入人於罪 像當時他們對馬前總統那樣 然後反正有半重要的政治人物 無論起訴與否都升官 所以每個人搶著升官 每個人搶著先去壓人 那結果最後呢 真正該你來辦案 大家眾所矚目期待的時候 你竟然去犯了一個跟斗 這會讓大家對於現在的司法檢調 是更加的不信任 希望北檢可以好好辦辦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國會大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其實這個為了 可以選擇在一起 有人描述 完善 就是 HK